白山 sacQueen 到了過去 我女的患者作為生生 好像輩子生 所以往往是 Jane filho 所以就算了 天也十逼 中国人认为 症状可能只是幸运 而是幸运 而对症状的方法 是很不同的 有些人对癌症的看法 主要是认为 癌症是不治之症 我们的男人 是最好的 像这种事 第一感觉轮到自己 好像有点倒霉吧 有的时候就几个月 很快就死亡 会有一部分人 因为高额的医疗费 而放弃治疗的 生命的继续吧 我现在来人家吃 都要把你扯卖 都要把你扯卖 你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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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心房到病房 确诊里患了癌症 但是 因为是锁锅淋巴 从中国上下都有 而且请用到骨头 所以定为第四七万七的口 我一下子撕掉了一本日链 这一年就三百六十张纸 一下子就失完了 实际上癌症除了个别的以外 不具有传染性 但是社会上有的人 就认为癌症可能传给别人 所以就远离癌症的病人 我当时确诊的时候已经转移了 两肺即骨转移 然后我就完全崩溃了 初一 我当时的目标是活两年 因为医生跟我说 只能活三个月 但是我要活两年 我要为了儿子活下去 我觉得对癌症患者 如果一个群体 我们叫群体看癌 这个团队给他的力量是无穷的 因为他一个人关在家里闭门 要么是哭 要么是胡思乱想 要么就是中国人说的求生败佛 反正他觉得自己是在等待 死亡的那一天到来 特别是发病 就是在中国的癌症的发病率 还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这可能与环境的破坏 人们的生活习惯 不良习惯等等 我认识是30年 我还在这里 我认识是最能够的 能够的处理工程 就是一个生败的故事 就是怕社会歧视 但是这个社会 真的会歧视我们癌症病 那么就要靠我们自己 勇敢地走出家庭 融入社会 我认识是最能够的 我认识是最能够的 我认识是最能够的